叶姓山友露面 喊太太亲自到消防分队 向救援弟兄致歉 清楚 因为她在山上 有时候会难免会产生那种 幻听或者是幻想 又是鞠躬又是道歉 设访途中还有民众 为消防队员打抱不平 先是掀了叶姓山友的帽子 又想拔掉她的口罩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 叶姓山友的女儿未付保屈 竟然反控救援过程中 是一宵先行离去 叶姓山友说 当时身体虚弱已经进行过程 是女儿为了保护父亲 才会对外声称是 一宵先落跑 当时负责救援的一宵金国梁 照片中伸出大拇指 比个赞 在帐篷里拍下合照 证明自己已经喊受困山友碰头 任务完成 实在气炸了 一宵说当时山上风大雨大 两人各自躲在自己的帐篷里 担心对方断粮 还分了三包泡面给他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登山遇难 四年前他到南陶郡大领导 叫怀恩友商也曾经求援直升机吊挂 因为天后不佳 当时一共出动三架次直升机 如今二度过旧 却对中途落跑原因交代不清 这个道歉恐怕救难人员很难接受 解中部综合报道